您每天睡几个小时呢 全球睡眠最少的国家是谁呢 就是日本 平均每天每人只睡了5.8个小时 而南韩和沙乌地阿拉伯 则是并列第二睡最少6个小时 台湾也睡得非常少6.3个小时 睡得少代表着工作 身心压力都比较大 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休息 南韩在首尔的汉江公园 就举办了这么一场睡午觉大赛 好多人真的穿着了自己的睡衣 带着睡眠神气而来 希望最快睡着抱得冠军 而主办单位也有测试大家假睡的法宝 就是在耳边放蚊子叫的声音 穿着睡衣戴上眼罩 每个人都戴好属于自己的睡眠法宝 虽然身处公园一角 却跟在家一样舒适 把知识调整好 缓缓进入梦乡 南韩在十八号举办睡午觉大赛 比赛规则相当简单 只要在一个半小时内 憨然入睡即可 但途中只要睁开眼或起身 想去上厕所 就会立刻被取消资格 参赛者会领到一条手环 测量睡前与深度睡眠时的心率差异 差异最大的人就夺冠 主办单位还会在比赛中间 用羽毛骚痒 在耳边放蚊子的声音 确认大家是否真的进入梦乡 最后不只选出睡眠冠军 还选出三名 最佳服装奖得主 这场无睡比赛是由南韩 一间卫生用品制造公司举办 希望借此向大众宣传 充足睡眠的重要性 根据统计南韩是睡眠时间 最短的国家之一 每晚平均睡眠时间 只有六小时两分钟 位居倒数第二 略高于最后一名的日本十分钟 当然新闻两晚编译